六年级华文 第十八课 星火相传 朗读课文 11月27日,星期日,晴 这天来到探场,恰巧看到爸爸刚从沼泽林载出一船的红树桶 即将靠岸的时候,爸爸熄灭引擎,改用船桨,缓缓地靠岸 接着,工人就陆续把红树桶搬上岸 我原以为,这些体力活儿,只有男人在做 却望见一批女员工拿起工具,熟练地削掉树桶的外皮 另一些工人则把已削好树皮的树桶搬到用红砖和黄泥,砌成的碳窑前 不一会儿,爸爸和工人在窑里用红砖为垫 将去皮的树桶一根接一根整齐地排放在红砖上 我见状想一样画葫芦,便试图把窑外的树桶刚进窑里 殊不知,他们却像扎了根似的 一动也不动 爸爸和工人这箱,却是三两下工夫 就把树桶拿起,整齐地排列在碳窑内 爸爸忙了一阵 准备给碳窑点火时,发现我呆站在那里 他便一边点火,一边告诉我 火一点燃,柴火就必须全天候烧着 每一至两个小时,就要添一次柴 半夜也必须如此 务必确保碳窑里的每一根树桶都被熏烤成木炭 在制炭的过程中,炭窑的火候至关重要 火候将影响木炭的品质 若火候不足,树桶就没办法成炭 温度过高,会把炭窑里头的树桶炭化成白灰 前功尽弃 因此,爸爸有时会在厂里熬夜看守摇火 有时则让工人通宵看骨 爸爸吃过午餐后,便到冒烟的炭窑旁 检查20天前已开始熏烤的木炭情况 经验老道的爸爸和师傅 从观察炭窑边冒出来的烟 就能判断里面的树桶成不成炭 能成炭的窑 它们便进行风窑熏木的步骤 接着,爸爸和师傅 再到炭厂的另一边检查以烤熟的炭 准备开窑 我则被换到另一座以冷却的炭窑 将里头的木炭搬出来 送到包装部 在那里 我把用秤称好的木炭整齐地排进包装袋 再交由工人把袋子勒紧绑好 最后 等送木炭的卡车前来运走 整个繁琐的炭探过程 到此 总算大功告成 此时 我不见暗自大呼 终于可以休息了 经过这一天 我体验到炭窑工人的工作 真是十足的体力活啊 不仅需把沉甸甸的树桶搬进搬出 耐得料闷热的炭窑 还得经得住熬夜看顾摇火 真是少点体力都让人吃不消啊 我因为今天充当了小跟班 终于弄明白炭 实际上是以高温又熏又烘制成 而非烧出来的 尤其制作红树木炭 要很有层次地把木材包含的咸水熏干 烘干 一不小心起火 就全成了灰烬 当年爸爸为了接手生意 中学就辍学 即使面对亲戚的冷嘲热讽 他仍坚守对事业的执着 并越战越勇 如今 爸爸用大半辈子从事制炭 当木炭初遥 他思思纷纷的样貌 就开摇一身黑 在搬运过程中 他的脸上和食指都沾满了黑黑的炭粉 成了他的特征 此刻我体会了爸爸如何在这黑色世界中活出满是色彩的人生 炭窑里的热气是生命燃烧迸出的热量 弥漫着人间烟火的味道 今夜我陪爸爸在场里过夜负责天柴让摇火不断 我期许这行业心火相传生生不息 生字新词 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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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桨 船桨 气 气 电 电 钢 钢 烤 烤 蹭 蹭 勒 勒 勒 反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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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轰 辍学 辍学 丝丝闻闻 丝丝闻闻 心火相传 心火相传